好 等你来看新北市愿景规划公共论坛 要告诉您如何将新北市打造成为最适合人居的城市 种下小树苗 台北县成为全国最干净的城市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个超过388万人口居住的城市 面对全球气候变迁 未来该如何发展 在这场新北市愿景规划论坛当中 台北县长周锡伟有了具体的方向 绿色的城市其实是许多面向 包括交通上面要减碳 包括日常生活上要减碳 包括建筑物要减碳 包括许多的绿色的植物跟湖泊 藻类可以帮忙减碳 结合各商镇市特色发展绿能产业 平邻金九地区发展绿色观光 三英地区成为文化的低碳双城 再加上河岸的山水生态规划 以及绿建筑低碳交通工具的普及 城市永续发展不是梦想 至于软体方面则是靠教育向前推动 接近西雅图的案例的话 他们是从小学生开始 从幼稚园开始 他们从年纪很小的开始 然后做一些不同的写生的活动 那用这种主题 或者是原油的活动 用这种主题 从小就灌输他们这种概念 那事实上小孩子回家会影响大人 结合生活文化还有生态 台北县接轨新北市 不只是未来市 而是现在进行市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